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大家好 這一節我就想說一下 現在在全世界都 無論是政治經濟的精英 或者是國家的一些官員都在討論問題 或者是腦海裏面不停地想著這個問題 英文這個詞就叫Decoupling 叫脫歐 什麼叫脫歐 和誰脫歐呢 當然是 和中國脫歐 你看見世界上有很多主流媒體 評論文章 等等 大家都在探討這個可能性 這個可能性是探討 是不是實行在做呢 我待會就詳細和大家分析 這個脫歐 其實很簡單 原理 我都 提過了不過我今天就想有系統地和大家探討一下 脫歐就是有些國家 有些政治人物 有些商界的重要的一些精英 或者是一些意見影咒 因為過往 你說在 中美貿易戰開始 然後到這個疫情肆虐的時候 大家 就不其然會想到 在這個情況下 是不是世界對中國 過分依賴 而造成一個相當被動的 一個這樣的局面 需要想想 怎樣才減少 對中國的依賴呢 然後接下來 開頭的時候就減少對中國依賴 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面 然後下去發展在這個中國疫情 傳去全世界而中國的表現 包括譬如說 要去指責其他國家 賣一些劣質的產品給他們 戰狼外交等等 混在一起的時候 是不是 不只是過分依賴的問題 我不是應該和你 脫離關係呢 大家 講到這件事 其實這個decoupling 當然是在美國開始 在歐洲國家 同中國那個歐已經勾得很實 而且 那個歐 全方位 無論是政治 經濟 文化 你看看孔子學院在這些國家裏面那麼多你就知道 是全部勾住了 中國是因為一些 對華的強硬派 在這個政府裏面發揮的作用 推動脫勾的一個最 強而有利的國家 又是很簡單我們都分析過 這個 第一強權 全世界最第一強權 被挖起強權挑戰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感到自己的地位 受到很大的威脅 於是 他要用盡任何方法去壓制你 這個 不是說對或不對的問題 亦都不存在說誰有道德 誰沒有道德的問題 國際政治就是如此 由希臘時代已經開始到現在都是這樣 所以中國在軍事力量強大 經濟力量強大 地緣政治強大 亦都是四周圍去 建立他的軍事基地包括在南海的島礁 包括在其他一帶一路的國家 幫人建一些 深水港的碼頭 不只是經濟的用途 租99年 然後也有軍事的用途 所以特朗普底下的一些對華強硬派就是 如果美國和世界對中國工廠的依賴 會使得在戰略上處於劣勢的話 跟中國脫歐 的倡議 應運而生也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脫歐派是這樣說的 脫歐那個歐不是歐洲那個歐 歐住那個歐 中國製造的零部件 排除出高科技和軍事相關產品 限制中國對美國的投資 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稅 甚至限制中國人 對中國人發放簽證 這個就是 美國的脫歐派的看法 然後 這個 究竟這個脫歐 的 想法 是不是已經去到 具體執行的階段 但是有些 就是 說了 不用做 我們叫做虛張聲勢 或者制讀一種氣氛出來 有些 就是做了是不會說的 脫歐是實行之中 第三樣就是 做了 都會說但不是大鑼大鼓這樣說 現在 這個脫歐其實是進行之中 但是沒有大鑼大鼓這樣說 我現在引述一篇文章寫得很好 是一位台灣的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他在媒體上 寫一個 的文章 說了 究竟現在 在做什麼 實現脫歐 做什麼呢 這個疫症的隔離圈 有存在一個所謂的疫症隔離圈 這個隔離圈 包括大致上已經控制疫症 控制得比較好 這位 台灣學者這麼說 這些國家恢復正常的交往 包括 台灣、韓國、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般的 新西蘭 紐西蘭也是 強力地去推這個所謂的疫症隔離圈 大家這些 在疫情上稍為舒緩的國家及地區 大家互相交往 不用 旅遊什麼都沒有了 但是中國大陸對不住 是這個隔離圈意外 除了 疫症隔離圈之外 經濟的隔離圈 現在正在做 所以這位學者的分析 脫鉤大概分了三大範疇 第一就是對中國 減少對中國的投資 首先是減少對中國的 整體投資的 規模 我分析不止一次 這個減少對中國投資 不是今天疫情開始 是中美貿易戰之前已經開始了 為什麼 因為中國 在中國設廠 在中國投資的成本 具體真真正正的勞工成本 或者其他成本 是比其他東南亞國家 剛開化的東南亞國家大很多 以倍計 我有一個朋友說 他的廠搬到柬埔寨 請了工人請了六個柬埔寨的工人 你不要說其他 當然在基建 在一些具體的運作上 方面 公路等等 當然是不及中國 工人的熟練程度 不過要慢慢 慢慢做 一早就已經 在這個情況下 在中美貿易戰之前 已經搬離中國 而且中國有很多 Hidden 一些成本 一些廠家 是 很不聲其妖的 而且中國 那個 無論是對外資的一些政策 不停地變化 變化的趨向 要越收越多錢 對他們來說 相當大的困擾 不如就搬走 中美貿易戰之前已經開始了 貿易戰開始的時候 加的關稅 令到 在中國的投資 卻步了很多人 新的不會加入 舊的 要 離開的原因就是 因為那個關稅 確確實實對這些 投資者 外國的投資者 是造成很大的負擔 你想想 加幾十個百分 你即使是美國的品牌 是中國製造 都是當中國的貨品 在這個情況下 中美貿易戰是加速 離開 中國 這個投資的這個部分 在這個疫情下 那種uncertainty 不確定因素 是特別厲害 特別嚴重 所以呢 回到另一處投資 這個趨勢已經是不能停止 不單止 你看到美國也有很多政策 說了 補貼 補貼 美國的廠回去 美國是 在中國 投資的廠 回到美國 補貼 搬遷的費用 獎勵的費用 第二 日本也是這樣 準備了20億 美元 協助日本企業 從中國撤離 白宮的首席顧問 富德羅 說美國政府將為美國公司支付 從中國搬回 全部 費用 OK 而 對中國的投資 亦都是大幅減少 譬如說買他的股票 你看得到 有很多已經是開始 拋售 拋售 這個 中國的股票 用來圖顯 而且 美國政府亦宣佈了一個新的政策 就是要阻止 聯邦政府退休基金買中資股票 作為 保本 作為增值 的一個 選擇 因為 中資企業的股票 風險實在太高 不讓他們買 這個對中國股票市場是很大的打擊 對中國股票 而且 亦都是阻折很多企圖去美國上市的公司 不讓他們上市 因為他們的賬是很糊塗 造假賬的情況很嚴重 找什麼 什麼咖啡 我都忘記了名字 最新的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是令到 你在美國上市 有美國的 監察 美國的股民就相信你 誰知道你造假賬就跌到媽媽都不認 所以我經常說 香港仍然是給他們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美國已經不能夾水 他在哪裏夾水 這些上市公司 來香港 到處去騙香港人的錢 香港也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你騙得多久 繼續用來夾水的地方 難道在上海深圳 如果是做的話 他就不用去美國上市 不用來香港上市 好 產業鏈的問題 這個 馮佩奧少爺說美國 現在是跟澳洲、印度、日本、紐西蘭、韓國、越南合作 討論 如何重新建立一個 以美國為首的產業鏈 做法就是要去 中國化 是跟中國 脫歐 現在第一個要做的 就是醫療物資 個人的保護裝備 我想接著要繼續做的 就是藥物 因為中國 曾經 有些文章都挺可怕的 就是說 全世界超過一半的口罩是中國做的 全世界超過一半的抗生素是中國做的 如果美國跟中國關係 惡化的時候 我們是有權不提供 跟生死有關的 跟健康有關的文字 這篇文章寫出來之後 你美國人不害怕 當然害怕到鼻孔都沒有肉 現在就好像 被捏著頸 你帶這些東西去我就會窄息而死 當然害怕 如果你提出這個警告 他的說法就是 我們現在不會這樣做 我們仍然是慈悲為壞 我們繼續供應給你 即是告訴你 我的手放在這裡 我把刀含著你的頸 我不戒下去 不戒下去 令你留去不止 因為我是慈悲 我是有 完全有能力戒下去 那你作為美國人 我可不可以把這些 和國民生死有關的戰鬥物資 放在你中國 對不起 這個產業鏈 要移走 似乎已經 是一個不易的趨勢 接著一個很重要 這位台灣教授 我認為很重要 梁文韜 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都是很comprehensive的分析 在這裡引述他的觀點 說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為何 無論是澳洲、紐西蘭、歐洲 美國可能會稍好一點 為何會 那麼害怕中國 歐盟為何那麼害怕中國 跟中國對抗 他們是很害怕的 在5G的問題上 譬如說 調查中國 這個 隱瞞疫情的問題上 譬如歐盟最近的報告 本來指責中國 周圍造謠 但報告的內容 大幅修改 語氣 温和了很多 為何那麼害怕 歐盟官員也說 說得很清楚 我們是不想跟中國對抗 我們有很多憂慮 原因一字那麼淺 歐洲的國家 歐洲歐西蘭國家 有很多投資是來自中國 即是 中國企業 對他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 掌握著 你跟他翻臉 我不來你投資 你就死了 澳洲就是一個最瘋的例子 澳洲的外長澳洲的總理 聲言就說要搞一個獨立調查 即是在 下個星期的世界衛生大會 十幾號 那裏提出獨立調查 中國駐澳洲大致提出警告 獨立調查我們不同意 如果真是一意孤行 我們不讓學生在你那裏讀書 我不買澳洲的牛肉 不買澳洲的葡萄酒 這是一種威脅 市場那麼大 但是 你的學校都靠我們生存的 你這個國家的經濟是靠我們投資生存的 你敢逆我意嗎 你逆我意我就會報復 但現在澳洲政府 下定決心做了一件事 我想跟美國結成這個聯盟 一直都是聯盟 西方世界聯盟 是有關係的 3月底開始對外國公司收購 提供 改了一個更嚴格的審查規定 之前 政府制定的資產審查起點 降為零 所有收購澳洲 博家企業的海外買家 都需要經過澳洲 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審查 因為現在周圍 去買東西 買了很多戰略的企業 德國也是 修改了對外經濟化的決定 進一步加強外資 對德國企業的投資和收購的限制 具體的收購 修改的主要涉及 嚴格的外資投資審核的規定 一些關鍵的領域 好像電網等等 這些是戰略的 和民生有關 就不給了 印度也是一樣 印度就說 來自和這個國家接壤的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 需要政府 事前得到政府的批准 因為現在疫情擴大的時候有很多大的企業 可能是面對著 經濟的 這個大的危機 便宜的 你向外求援的時候 我就乘機我有錢我就買了你 這樣這個國家的 命脈 就會落入 鄰國的手裏 脫歐 無論是經濟上 政治上 例如一帶一路現在都要喊救命 因為 錢 中國給這些國家的錢已經斷工 有很多基建未必能夠做得到 對他們來說都是好事 文化上的脫歐 孔子學院 關了 瑞典把孔子學院關了 所有 有些城市 包括 捷克的城市 跟中國 斷絕姊妹城市的關係 有些學校也都 對不起 不用收了 不用收 中國學生 好了 講到這裡我就想說 縱使有些分析說脫歐是很難的 因為 不是三朝兩日的事 不是三五年的事 我都同意 因為要 在世界上重構一個產業鏈 過往是經過四十年的時間 大家逐漸將 焦點擺放在中國 因為改革開放基建搞得很好 中國人 慢慢建立到他的管理程序 工人熟練的情況 是要幾十年的時間去做 要一下子要把他 全部遷漏出來 不是那麼簡單 不過這個趨勢 我們在說這個趨勢 這個是全方位的趨勢 是基於政治行先 然後去到經濟文化 這個趨勢 是不能逆轉 他 未必 永遠都是這麼慢 他可能找到一些出路的時候 現在說 跟不同的國家 形成一個新的產業結構 當這個趨勢形成了之後 澳洲、印度、日本、紐西蘭、韓國和越南 就不會停 因為不會停 具體做了之後 建立模式 撤出中國 是很快的事 這一點 其實 就是中國現在面臨一個最大的危機 疫情也不是最大的危機 這個才是最大的危機 但你看到 有些事情是自己拿來的 在疫症之後 他以老大哥自居 以師傅自居 到處去教人 到處去指責人 不讓人去調查 你調查我就威脅你 這個是自己拿來的 這個是戰狼外交 自食其果 談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 Pleachon 繼續去這個心直口快 這個channel CLA-ASS 繼續支持我 你實質支持我的 用手動傳 用口碑 用口傳的方法 多給別人知道 Pay me 可以繼續支持我 好嗎 拜拜 我現在就向大家介紹一個上網的工具 就叫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虛擬私人網絡 大家都知道它是用來翻牆的 可能你會問 我身為香港或者其他國家不需要翻牆的 不過這個VPN是可以去隱藏你的身份 保障你的私隱 我都是NordVPN的用戶之一 我覺得它好用的地方 就是它連接得很快 而且世界上六十個國家 五千多個連接點 是遍佈美洲 歐洲 亞洲 甚至非洲 而且你是這個 NordVPN的訂戶的話 你可以 同時使用六個工具 一起通過這個VPN上網 即是說 一家大小 都可以保障到私隱 現在就有優惠 你又click一條link 底下這條link 或者用這個code 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三折的月費優惠 3.49美元一個月 頭一個月 是免費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好不好用